台风恐怕成为四年来首个登陆台风 气象区一号晚间八点半发布海景 二号清晨到白天发布入境 这个台风在礼拜天通过台湾之后 会陷入导演气流微弱环境 因此台风可能会在台湾海峡南部滞留 我们预计台风或外国环流 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下个礼拜三 海魁入境再往南修 原本从宜花登陆 现在不排除从花冬直扑 等于整个台湾都可能笼罩在暴风圈内 而且预估恐怕陷入所谓安行场 所谓安行场就是低压系统 位在两个高压系统间 形成气压两侧较高 而中间凹入气压较低 加上高压提供相反的导引气流 让台风滞留影响时间拉长 在台风进入通过台湾受到地形破坏了之后 强度上会明显的减弱 因此我们预期它进入台湾海峡南部的时候 会是侵入台风 而且随着时间会持续的减弱 受到路径偏难影响 东半部首当其冲 二号台北 宜兰和花莲北部降雨明显 三号东半部紫暴 滑动山区有好雨 四号台风远离 但万有环流持续影响 全台沿防大雨 南部东部和山区可能出现好雨 要到礼拜四才会远离 这个台风它影响了台湾的时间拉得比较长 所以可能造成降雨 或者是风雨的时间也比较长 这个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海魁完全排除西北台可能性 但持续增强变胖 将专家曝光海温观测 海回未来路径都将通过暖水域 海温高达30度有力发展 似乎将以中台之资 全面影响台湾 这些明星和会员采访报道